老祖宗告诉我们,滴水之恩,当永泉相报,别人给你好处,可怜你,不是别人欠你什么,而是你遇到了贵人,再拉你一把,聪明的人,在别人的帮助下,顺势而为,人生从此翻盘,在这个社会上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感恩,总有一些人,恩将仇报,令人心寒,忘恩负义的人,有这几个特点,请敬而远之,不管他多可怜,都要视而不见。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把别人对他的好,当成理所当然,在我们的生活中,时常会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情况,而这时,他人的元首就显得尤为珍贵,面对别人的帮助,我们应该抱有感恩之心,而不是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,因为别人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,不懂感恩的人,往往看不到别人付出的努力, 将别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,这种心态无疑是自私的,而懂得感恩的人,即使自己没有得到帮助,也会对别人的付出表示感激。 在影视剧《欢乐颂》中,有一段关于感恩与回报的情节,安迪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,她与邻居邱盈应相识后,邱盈应多次向安迪寻求帮助。 安迪每次都热心地给予帮助,而邱盈应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安迪应该做的,甚至认为安迪的成功是靠关系得来的,直到有一次,安迪因为邱盈应的无理要求而拒绝了她的帮助,邱盈应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,她开始感激安迪的帮助,并努力提升自己,希望有一天能回报安迪的关爱。 在这个例子中,邱盈应开始是不懂感恩,觉得安迪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,然而,在经历了拒绝之后,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开始感激安迪的帮助,并努力提升自己。 希望有一天能回报安迪,这种转变正是懂得感恩与回报的表现。 总之,我们应该珍惜别人的帮助,抱有感恩之心,并在有能力的时候回报他人,这样,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温暖和爱。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,记得要订阅他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,接着往下看吧。 把恩人的缺点变成不感恩的借口,嫉妒心非常强。 有的人眼睛一直盯着别人的缺点,从来没有看到别人的优点,心中一直装着冬天,从来都没有感悟到春天,有人帮助他,他就会反咬一口。 用这样的方法来拒绝感恩,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,会破坏人际关系,导致不信任和矛盾。 在现实生活中,这种行为经常发生,尤其是当人们需要依靠别人时,他们可能会故意强调别人的缺点,或者找其他借口来避免感恩。 例如,一个人可能会说,如果不是因为他,我早就成功了,或者他根本不值得我感激。 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到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,也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内心,他们可能会感到内疚和不安,因为他们没有感激别人的帮助。 嫉妒心也是导致人们不感恩的原因之一,当人们看到别人成功或拥有某些东西时,他们可能会感到嫉妒,并认为自己也应该拥有同样的东西。 这种嫉妒心理会导致他们不愿意感激别人,因为他们认为别人拥有的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功劳。 在影视剧中,这种行为也有不少例子,例如,在《真爱至上》中,主人公尼古拉斯·霍尔特因为自己的事业没有获得成功,便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他的经纪人兼恩人,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,而在权力的游戏中。 提利昂·兰尼斯特虽然被詹姆·兰尼斯特所救,却一直心怀不满,最终背叛了自己的恩人。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不感恩和嫉妒心的危害,如果一个人能够克服这些缺点,珍惜别人的帮助并感激他们的付出,那么他们将会建立更加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。 社会上,总有人得了红眼病,把好人当成坏人看,就是别人做很多的好事,他都是不会记住,但是别人做一次不好的事情,就一辈子都记住了。 总是一来伸手,饭来张口,好吃懒做,不思进去。 忘恩负义的人,得到了别人的帮助,但是自己不会顺势而为,他就是赖在地上,不起来,随便别人怎么拉,都不会改变自己。 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,他们缺乏自我奋斗的动力,依赖他人,却不知感恩,在许多影视剧中,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角色。 在影视剧《都挺好》中,苏明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从小被母亲溺爱,长大后依然依赖父母,生活懒散,不思进去。 即使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,他也是一味地逃避,不愿面对,当他的母亲去世后,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。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,仍然我行我素,不知感恩。 在电影《寄生虫》中,也有类似的角色,影片中的金鸡泽一家,都是懒惰,自私的人。 他们寄生在富人家庭中,却不仅不感激,反而心生极度,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 这种人生态度,不仅无法让人成长,反而会让人陷入困境,只有改变这种态度,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,走向成功。 在我国,这样的现象也是有发生,我们需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,价值观,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加强对这种现象的批判,让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良后果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 假装可怜,到处找人诉苦。 俗话说,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有的人,本身不穷,但是到处哭穷,还强行要别人的东西,要钱,实际上是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和善良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,我们需要保持警惕,防止被这类人利用。 在影视剧中,这样的角色也经常出现,例如,在一些都市情感剧中,经常会有这样的角色出现。 他们装作可怜,到处找人诉苦,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,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这些角色通常会利用他人的善良和同情心,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。 对于这类人,我们不能轻易地给予同情和帮助,而应该保持冷静,理性地看待他们的行为,我们需要看清他们的真实目的,避免被他们利用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,只是要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他们,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 总的来说,面对假装可怜。 到处找人诉苦的人,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警惕,防止被他们利用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,只是要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他们。 感恩是美德中最微小的,因为它是基于对他人帮助的认可和尊重,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良性互动,而忘恩负义则是品行中最不好的,因为它不仅背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,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。 忘恩负义的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感激,他们可能会把别人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,甚至认为这是别人欠他们的。 这样的人在遇到困难时,往往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,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,抱怨社会的不公,这种心态不仅会导致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紧张,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忘恩负义的行为会透支他人的善良,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善举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感激时,他们可能会对行善产生怀疑,甚至不再愿意帮助别人,这种现象如果蔓延开来,将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冷漠和自私,削弱社会的凝聚力。 因此,我们需要擦亮眼睛,认清忘恩负义的人。 避免让他们透支我们的善良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每个人都心存戒备,而是要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也要教育他们懂得感恩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培养出一代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新人,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。 总的来说,感恩是一种美德,是我们对他人帮助的认可和尊重,而忘恩负义则是品行中最不好的,不仅背离了道德规范,还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,忘恩负义的人不懂得感恩。 经常把别人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,甚至将恩人的缺点当成不感恩的借口。 他们常常懒惰,不思进取,总是一来伸手,犯来张口,还有一些人会假装可怜,到处找人诉苦,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。 这些行为无疑伤害了别人的善良,透支了社会的和谐与凝聚力。 我们应该珍惜别人的帮助,抱有感恩之心,并在有能力的时候回报他人。 同时,我们也要保持警惕,避免被忘恩负义的人利用。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,我们要教育他们懂得感恩,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。 最后,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扬感恩精神,怀着感恩之心行善主人。 不仅让自己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也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,让感恩之风在社会中蔓延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